爱因斯坦曾经说,如果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,我宁愿做一个拧螺丝钉的工人。 很多人会羡慕他,有很高的智商,创造了很多价值,赚了很多钱。 人家自己讲的才是内心真正的体悟。 相对于权力者,尚未,所有这些科学,商,经济,所有所有人, 所有人都是工具。 特别是你占了社会一定的地位,就要收到最高统治的约束。 在利用,用你拿来做什么,引导什么方向,是他们说了算的,人间正伟大。 天上怎么样,我们不管,大概也是如此吧。 但是人间皇帝,换个名字也是他。 为了,为了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利。 在这个家,在社会,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公司,中国人好像都宁做鸡头,不做氛围。 绝大多数人都这样想。 这样好不好呢? 如果换做我,宁做氛围,不做鸡头。 有人出头,我在后面,衬托他就好了。 我乐得清闲,要费那么多心,要管人管物管事。 但是,这是普遍现象。 我们可能会觉得中国人什么奴才,烈根性的。 大的官场,小的公司,甚至家庭。 内斗。 为了什么呢? 小人为了得力。 君子,为了大家好。 但是,能不能好,还是取决于上层的角色。 我得有那个权。 我没权,我说了不算。 他们指哪打哪? 该不该打? 能打到什么程度? 具体做事的是下面。 所以这个权很重要。 那低头只是一时的。 他最终为了站在人上人。 为了站在大多数人上的。 这才是他初心的。 他是为了这个野心的当皇帝。 争着一口气。 实际上,尤其是男性的。 哪一个都想当家做主。 我说了算。 就要这么点。 所谓尊严。 那你不给他。 他这个东西。 权也是恐惧。 权不离经。 你要不离这个章法。 你不能乱用。 有的时候发现不对。 你出来,站出来。 这种人是值得拥护的。 他是为了大举长远。 大家考虑的。 不是为了他自己。 为了自己那就霸道了。 那你是全部好吗? 没有这些。 好像很多事情很难做。 人在屋檐下,不管在哪儿。 都在低头。 还是看本期说到头。